说啊 说你愿意做真的女人 皇上还是继续打吧 奴婢绝对 不出一声 要哭就哭出来 别憋着 撞什么英雄 奴婢不想装英雄 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 皇上您这是 您这是不打了呀 还是改日再打呀 老大 把手伸出来 给朕看看 怎么这么娇气 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 或许你试试 也疼 老大 不是朕想打你 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 朕怕你将来 越来越无法无天 朕要做出什么事情 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 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可那这次真的是打中了 我都疼死了 都疼死了 好了老大 别哭了 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 还丑呢 还丑呢 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 你把我手打成这么丑 我以后怎么见人啊 你赔我 你赔我 好了好了 打几下手也哭 这个是啥 只有你一个人 会把朕的龙袍当马骨 行了 别哭了 你还真拦上朕了 打了人就想跑啊 去给你拿药 把手伸出来 把手伸出来 还疼吗 我疼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我看你长得丑 你把手伸出来 怎么样 好疼了吗 好疼啊 脑袋就是打了几下手板 朕得心里有数 别撒娇了 不是手疼 是头好疼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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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快传太医 老大 在此之前 我本以为 吴三桂安插在我们明珠谷中的奸细 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小角色 但如今看来 吴三桂不仅知道 我儿子李建青 就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个太子 朱慈轩的机密 而且还对我等来到 颠读以后的行动了如指掌 这就说明 这个内奸 不仅仅已经进入了 我们明珠谷的核心层 更在我们在座的 九个人中间 秦王说的极是 内奸一定是我们七位师父当中的一个 所以我们的行动才处处受制于人 是谁 有种做吴三桂的奸细 就有种承认 只要你承认了 我等就念在于你过去的情分上 饶你一命 只废了你的武功 让你滚回吴三桂那个狗贼身边去 秦王 你心中可有怀疑对象 如果有的话就直接说出来 免得大家互相猜疑 影响团结 现在大敌当前 我等必须团结一致 不可再闹内讧 太子 你可有怀疑对象 除了义父 在座七个人当中 有五个是我尊敬的师长 还有两个 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 我实在不知道该怀疑谁 不管怀疑谁 我的心里都十分愧疚 十分难过 我此刻的心情 跟太子一样 不管此前之道 敖拜在我明主谷中安插有奸细 还是这次来到滇多 得知吴三桂也在我明主谷中 安插有奸细 我都不忍心怀疑各位 因为我们都是 十几年出生入死肝胆相召的好兄弟 倩影跟陌生 更是同太子从小一块长大 情同手足 但是我也知道 这些年来 我们的大业 进展得极为不顺利 缺乏经费 条件艰苦 有些人渐渐动摇了 有些人退出了 还有些人投敌叛变了 义父 内奸要传递消息给吴三桂 必然要避开我们所有人单独行动 我们只需要核对 所有人来到滇多之后的具体行踪 彼此印证 仔细分析 就算内奸隐藏得再好 也会露出蛛丝马迹 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我恳请各位 暂时都先退出屋去 然后逐一接受 我跟太子的盘问 希望各位在外面期间 不要私自交谈 不知各位可愿意配合 我等愿意配合 习的王与太子的盘问 以及华様内奸 有劳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锦王 太子 眼下光复大明的大业 虽然进行得十分艰巨 而且很多人都开始动摇了 可是我们夫妇俩 意志坚定 一心一意 只想光复大明 所以我们夫妇俩 宁死都不会投降清廷 更不会被吴三桂 这个大奸贼所利用 樊宇 除了太子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信任的人 就是你了 当年我亲手射杀了我的法器 是樊兄你冒死闯入了战场 把义桓救出来 你们把义桓带进了明珠谷 你和弟妹 一同把义桓抚养到了七岁 义桓七岁之后 我虽然也到了明珠谷 可是我大半时间都在外奔波 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还是你们夫妻二人 在一直细心地照亮着义桓 甚至在你们的亲生女儿 倩颖跟义桓同时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夫妻二人 先救的也是义桓 真是秦莹荣颜被毁 真是秦莹荣颜被毁 这么多年来 她心中一直对你这个父亲有怨在心 你也对这个女儿十分地愧疚 而我 也对你夫妻二人 深感愧疚 义父说得是 二师父 三师父 你们为光复大明的大业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你们和义父一样 都是我最信任的人 多谢太子 还有晋王 对我们夫妇的信任 倩颖这个孩子 从小在明珠谷长大 他不可能是内奸 但他对吴应祺情根深重 他容颜被毁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隐痛 但却被吴应祺给治好了 而吴应祺又为他被父亲 责打了五十军贵 这很可能是 吴氏父子使的苦肉计 倩颖很可能中计 无意当中 被吴应祺套了话 晋王 如果倩颖真的是中了 吴三贵父子的轨迹 而泄密的话 我们夫妇俩绝不会贪护 也许交给晋王处置 好 倩颖 晋王跟太子叫你进去 不管什么事 你都要如实回答 我明白 我从未做过 任何对不起大家的事 一定会对大师兄和晋王 如实回答 去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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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父 大师兄 我虽身不由己 对吴英琪动了真心 但绝不至于傻道 出卖我们朱鸣联盟的机密 而且 吴英琪对我也是真心的 在他为我 挨屋三棍军棍之时 并不知道我会去而复返 也不知道 你们会来滇都 盗取金钥匙 如果他对我不是真心的 那今晚 我们也绝不可能 将他结为人质的 樊师妹 你快起来 我跟义父也是公事公办 例行盘问 万不可如此 义父 樊师妹今夜跟吴英琪的情形 我们都看在眼里 今夜若不是樊师妹 只怕我们都脱不了身 多谢大师兄 你先出去吧 叫你四师父 跟叶师弟进来 嗯 义父 我相信樊师妹 太子不必多言 此事关系重大 我不敢轻信任何人 我们必须抛开一切情感因素 尽快查出内奸 义父说的事 是我太感情用事了 四师父 叶师弟 太子和晋王让你们进去 我们走吧 嗯 娘 还好吧 四师父 叶师弟 见谅了 虽然你们已经说清楚了 你们这几日的行踪 但是今夜 你们负责协助我们撤离平夕王府 并没有身陷包围 所以 我暂时 还无法排除你们的嫌疑 我们父子愿意 接受晋王和太子 进一步盘查 全力配合 多谢四师父体谅 那就有劳二位先出去 帮我们叫五师父进来 好 五师父呢 该她进去了 她在庙外的茅芳小姐 我先进去吧 嗯 六师父 今夜在书房之中 若非你经验丰富 发现了我们未能及时发现的机关 只怕我们大家 都已经丧命了 我本来不该怀疑你的 但此次颠督行动 你归队最晚 行踪也最为自由 所以 你还是有嫌疑 我归队最晚的原因 是因为我去追杀求贵 我归队最晚的原因 我归队最晚的原因 是因为我去追杀求贵 如果让求贵找到舒婉欣 那么清城的身份就会暴露 好 那就麻烦六师父 把到颠都后的具体行踪 都详细告诉我跟义父吧 好 那日 我与你们会合之后 唐姐姐呢 你不是说小姐去了 现在还没回来呢 身为女人就是可怜 想方便都不能方便 若有来世 我一定投身为男人 坚决不再做女人了 唐姐姐 请吧 记住冠名 吴师父 见谅 当日你留在书房之外 并没有进入书房 经历机关之险 而且以你的身手 竟然会被吴三桂的护卫所伤 此事也较为可疑 有埋风快撤 太子 晋王 我当时之所以留在书房外 是因为我假扮了寝室 这样方便替你们忘风 我之所以会被那个小护卫所伤 是我没料到 那些护卫 只是假装中了带入木几散之毒 被他们偷袭 猝不及防 所以才受了伤 是吗 倩盈 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远处好像阴影有响动 吴师父 您留在这儿 我去瞧瞧 有埋伏快撤 当时给那些护卫下呆入木几散之毒的 是倩语和陌生 我们也在王府外面收到了你们发出的信号 但奇怪的是 为什么那些护卫根本就没有中毒 刚才樊师妹说 他因为要假扮丫鬟 所以就将下毒的任务交给了叶师弟 刚刚陌生也说过 他把倩盈给她的毒 下到了护卫们的茶中 是他亲眼看到护卫 把茶喝下去 但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护卫们没有中毒 那些护卫不但没有中毒 反而假装成了中毒的样子 又使你们进了书房 他们本想借助书房的机关勤助你们 这样 他们也就省去了许多麻烦 但没料到的是 你们居然能够突破书房的机关 拿到钥匙全身而退 可惜 这把金钥匙 也是一把假钥匙 而且上面还进了毒 要不是樊梨发现了钥匙上面的毒 我们所有的人 都离不开平息王府 这里面一定有人撒了谎 如果陌生没有撒谎 如果陌生没有撒谎 倩盈交给陌生的呆若木鸡伞 就是假药 就明天很大 因为我们要倒地的状态 马上来 来 千钥匙 好 那她是我 你还还好 日子 是来的 不可能 这药是我爹亲手给我的 不可能是假的 会不会 这有人把药掉了包 不 不可能 这药 我一直贴身藏在胸前 没有任何人有机会接近我 难道 吴三桂的儿子也没有可能接近你吗 你们不是已经 吴师傅 我和吴应祺虽然彼此有情 但我们发护情指护礼 彼此之间清清白白 绝无余举之事 我相信樊师妹 吴应祺不会功夫 不可能有这么高明的手段 能在樊师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药给调包 如果吴应祺没有可能 那平夕王侧妃秦氏 有没有可能掉了包 不可能 侧王妃只是个弱女子 并无此能耐 而且她也没有接近过我 侧王妃秦氏 既然吴三桂早就知晓了我们的行动 并做下了诸多的安排 怎么可能让樊师妹轻易接走秦氏呢 秦亦 你说一说 你是怎么劫持了秦氏的 那一夜 我和化妆成平溪王侧王妃的五师傅 一起在屋外放风 当时 我到了王府的花园 也隐隐感觉到 花园中 似乎埋伏着很多人 我正要发出讯号 就突然看到了侧王妃 当时我还奇怪 王妃不是早就歇息了吗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到平溪王府来 王妃止步 今天晚上 这里谁也不能进去 为什么 王爷不是已经率兵出征了吗 那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今天晚上王府内院 要擒拿刺客 所以王妃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记得回二公子府上暂避 好吧 我当时意识到情况有变 我们很可能中了埋伏 就悄悄尾随策王妃 怎么会是你的 王妃 对不起 只要你乖乖配合 我是不会伤害你 我劫持了寝室 突然听到 从书房传来打斗声 于是就带着秦氏 和你们接应 平时秦氏都住在 吴应祺的府上 今天 这突然来到平溪王府 可能 他们都疏忽了 就没有派人 专门保护侧王妃 既然这秦氏 平时都住在 吴应祺的府上 怎么会在今晚 去了王府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不管是什么原因 秦氏都不可能知情 也没有机会调包 如果陌生真的把药 下到了护卫的茶中 那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吴三桂 有呆若木鸡散的解药 凡师妹 这呆若木鸡散的解药 除了你爹 还有谁用 这药 我爹和我娘都有解药 可是 四师傅和五师傅 都有机会接近我爹 六师傅又和我娘关系甚好 所以 他们都有可能 从我爹和我娘手中 偷走解药 凡师妹 那你先出去吧 我和义父 还要继续跟五师傅谈谈 嗯 一欢怎么还醒不过来 是 师叔姑娘 这 这头疼的毛病 是 是从娘胎里 带出来的晚起 微 微臣无能啊 一群没用的东西 朕就问你 她这个病严不严重 这要听实话 此 此病十分罕见 只有古医书上有记载 若 若是一欢姑娘 能 能醒过来 便能 风 熏化旗 听你这个意思 她有醒不过来的可能 过了今晚 如果明天一欢姑娘还没醒 恐怕就 就怎么样 就 这 这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让你们太远去会人 你们听好了 她今天要是出什么事 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 滚 是 是 是 这 又呢 还没见好啊 快 给她喂上 快 昏儿 这药再也不中你发偏气了 师叔姑娘根本就没办法吞药 喂 喂 接着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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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走走 不要给我 是 喂 喂 鸿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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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姐姐进去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 你们说 该不会是晋王和大师兄 怀疑吴师父 所以才反复学问吧 别胡说 事情尚未查明呢 不能瞎猜疑 是 你们所有人都见了说话吧 诸位师父 我和义父问了你们所有的人 现在每个人都有嫌疑 也都有合理的理由 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分辨 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如果弄错了 冤枉了人 我这心里 不仅太子 就连我 也是左思右想 难以决断 在此 难以决断 也是左思右想 我只想告诉这个人 不管你是谁 我相信 你对我们 还是有些感情的 也都有合理的理由 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分辨 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我这心里 不仅太子 就连我 也是左思右想 难以决断 在此 我只想告诉这个人 不管你是谁 我相信 你对我们 还是有些感情的 我希望你能够迷途之返 不再为吴三贵所用 助纣为虐 只要你肯主动自首 我李定国保证 既然你能够迷途之返 既往不咎 是啊 到时候 我们还是最亲密的战友 还是一家人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查不出内奸 对我们很危险 不要紧 既然我们知道了 这个内奸就在我们中间 那我们就静观其变 大家都忙了大半夜了 都先休息一下吧 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 吴三贵的动静 五妹 走 药大 别睡了 好 其实朕知道 你不信我 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 对吗 说实话 刚知道你绞招的时候 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 朕气的不是因为 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 是因为之前欧白他也总是绞招 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 所以 自从朕清整以后 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 挑战朕的黄泉 刚知道你绞招的时候 朕的心里边满是怒 但是现在 只剩下担心 甚至是害怕 你知道吗 朕自八岁登基来 经历过无数的危险 朕在秦南傲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 但是这一次 朕真的怕了 朕特 朕真的不能没有 要是为了你的话 朕真是一个帝王 朕是一个孤家寡人 但是又你怎样 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是一个完整的人 老大 朕是天子 朕是天子 朕那花是金口鱼 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 只要你醒了 只要你醒了 朕是个孤家导人 朕就给我 死他 花涵 商人 那他 impression ent 你的心中夹 愿做他掌声的民主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组 这丰帕是的光束 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疾 这病起来吧 简直要人命 我爹呢 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 所有郎中 都说无药可治 只有一个郎中 说可以治 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 而且是个药引 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 什么药引这么难找 你告诉这儿 这给你找 这个药引就是 龙珠 龙珠 什么是无珠 就是皇上的眼泪啊 就是您的眼泪 就是您的眼泪 诸位师傅 我有办法查出内奸是谁了 二位这一觉 睡得好生安逸啊 我问你们 可知道内奸是谁 什么内奸 你少装傻 这么大的事情 你爹不可能不告诉你 这位师父 既然已经知道 内奸必定是我们当中一个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要求你们 每个人都赐无应其一剑 杀了他 等义父和五师父回来 也会每人补上那一剑 不行 大师兄 吴三贵虽然人得二珠值 可无应其是无辜的呀 他不仅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还救了我们的命 是 他的确没做错什么 但谁让他是吴三贵的儿子 这就是最大的错 怎么 你下不去守吗 难道你已经为情所困 不惜便捷投敌了吗 你 你怎么变得如此冷血残暴 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 我只能不择手段 查不出这内奸是谁 后患无穷 我同意太子的提议 若是吴三贵的内奸 他一定不敢杀了他的小主子 谁下不了手 谁就是内奸 我也同意 大师兄 你这么做的目的 无非是想查出内奸 可如果此时 内奸也狠下心来 捅上一剑 那无应其 不是白白冤死了吗 那无应其也不会白死 我会把他的尸身送给吴三贵 告诉他 杀死他儿子的 他精心培养的内奸 也有份 就算这个内奸可以替自己辩说 自己是被迫刺的内奸 吴三贵也不可能放过他 这个内奸 就再也没有办法为吴三贵效忠了 此机太妙了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倩盈 本来我是不想让你伤心的 但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我不得不同意 我不得不同意 不行 你们若是想杀他 就必须先杀了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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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用过太子 好 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 接下来的每一件 都必须刺中无应其的药涵 娘 你不用担心 他们只是要杀我 不会为难你的 吴用其 再给你最后一次计划 你要是再不说出这内奸是谁的话 我就杀了你 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内奸 我也从来不参与我父王之事 你们要杀我 可以 但我有一个条件 杀了我之后 马上把我的尸身送给我父王 千万不要让妾颖看见 好一个情主 我这就成全你 住手 我知道那一件是谁 好 王妃若早肯说出这内奸是谁 我何必大费重重 这个内奸果然厉害 到现在为止 仍然不动声色 王妃 说吧 这内奸是谁 我肯说出内奸是谁 是为了保全我儿子的性命 可是你们一个个凶神恶煞 不讲信用 在你们这些人当中 我只信任晋王 只有晋王回来 我要他发誓 确保我母子平安 我才肯说 义父跟武师傅 去勘察敌情了 一个时辰之后便会回来 到时候 你要敢耍什么花样的话 你儿子照样活不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虽然平时不肝脏 但是王爷他 非常宠爱我 他处理军政大事 从来不避讳我 所以我当然知道内奸是谁 那就好 我也不想杀了你儿子 让我师妹恨我一辈子 只要你说出这内奸是谁 我和义父 定会保你们母子平安 好 一言为定 但我还是要求 你们给我们整理出一间香房 我要为我儿子上药 上药在这里上就好了 收拾什么香房 我儿子不仅手上有伤 臀上也有伤 那可是为了你女儿爱的五十军棍 再说 我儿子好歹也贵为平夕王府的二公子 岂能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脱衣上药 赛师傅 这么小的要求 答应了也无妨 正好院子左侧有几处香房 你去挑一间整齐点的 给你儿子上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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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孝爹 老大 老大 你终于写了 朕不是在做梦吗 扶我起来 龙小爹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 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 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啊 你还说呢 朕都差点被你吓死了 太医说了 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 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似的 说要同声共死 你要活不下去不打击 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 所以 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 又不是第一次啊 朕呢 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 说吧 你要怎么报答朕 要不然 以身相许吧 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 什么以身相许啊 要不是你打我 我也不可能救病复发 你居然敢矫诏 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 好疼呀 疼 宣太医 快宣太医 宣什么太医啊 不是这儿疼 是这儿疼 这儿疼 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 朕给你吹吹 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 这么不尽大 真得换个法子来惩罚你 其实小的时候 我偷懒不肯学习 师父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 但我基本上都是 一哭二闹三上吊 就躲过去了 也就是说 朕这一次 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 怪不得你的记忆子而不经 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 在家有朱哥哥 在外有龙小弟 我干嘛还要学啊 老大 你终于活不乱跳 要可以跟朕顶催抬抗 真好 朱哥哥 对不起 我试下的决心不要再屡龙小弟的 可是 可是我身不由己啊 天都快亮了 义父跟武师父 怎么还没回来 不 大师兄 秦氏执意要等大师父和武师父回来 才肯说出内奸是谁 会不会 会不会他想指认的凶手 就是武师父 混账 不许妄言 叶师弟不必着急 过不了多久 真相自然就大败了 嗯 太子 清兵突然发起了攻击 我虽然在外面布置了很多机关 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 我怕防不住 哎 正比 追 追 我岁 这不是 啊 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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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冲击相防 向侧王妃和二公子 快 快 这边 快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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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吴三贵这次偷袭 好生奇巧 他明知道偷袭我们 一定会危及寝室和他儿子的性命 为什么还发动这次偷袭 糟了 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回去看看 他是中了呆若木计散 吴三贵果然是在调虎离山 他假装发起进攻 把我们引出枪防 好方便那个内奸杀人灭口 如此说来 定是那内奸透露信息给吴三贵 吴三贵才发起了偷袭 配合内奸行动 昨夜在王府遇险之时 吴三贵曾狠心想杀了王妃 后来吴应祺成了我们的人质 吴三贵才放我们走 看来吴三贵心中 女人终究比不过儿子 所以那个内奸不敢动吴应祺 只敢杀了王妃灭口 可是 是谁有机会 可以向吴三贵通风报信 又可以对王妃通下杀手 当时清兵从四面八方扑来 大伙都在奋力抗敌 没有人顾及到其他人的行踪 你现在至少舌头能动吗 快说 内奸是谁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 爹 吴应祺他很爱他娘亲 若他真知道内奸是谁 肯定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内奸把你娘给杀了 你娘为了保护你 给灭口了 你还谈过那个内奸 难道你像你爹那样 冷血无情吗 我真的不知道 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 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 由于我同步有伤 所以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 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 好像是厮杀者 借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 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 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 我想问也问不出来 然而我的身体又动弹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 大家都出具御敌 我因为腿上有伤 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 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 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 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 内奸由屋顶进入 杀了王妃 这个内奸为了方便行动 不想让吴颖棋认出他是谁 所以先在秦室的水中 下了呆若木积伞 此前呆若木积伞的解药已经泄漏 这就再次证明 这个内奸是我们最亲近最可信的人 也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 大家不用猜了 这个人一定是唐医手 第一 他与晋王一同出去勘察敌情 是有机会向吴三桂通风报信的 让吴三桂偷袭咱们 然后来掩护他杀王妃灭口的行动 第二 他有机会拿到呆若木积伞的毒药和解药 第三 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奋力厮杀 只有他不见了 所以 他一定是杀人灭口之后 就逃回吴三桂的身边了 若真是吴师傅杀了王妃 灭口成功的话 又为何要逃走了 这样不是反而暴露身份了吗 如果不是唐医手的话 那为什么他会不见了呢 对啊 吴师傅人呢 你们谁看到吴师傅了吗 难道 这那天真是吴师傅 可我觉得 吴师傅不像内奸 那你觉得 我们几个中间 谁像内奸 内奸的脸上又没有写字 何以示他 我也不想怀疑是他 可是偏偏他不见了 我也不得不怀疑是他了 不 内奸不可能是吴师傅 为什么 你那么相信他 我知道 не会看出他 老五 五师傅 这是我和义父 还有五师傅 为了查出内奸 而设下的隐蛇出动之际 太子 所有人都盘问完了 还是没有查出谁是内奸 你看看如何是好 我和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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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引得内奸现身 但是 需要五师傅配合 好计 义父你看 若让五师傅假扮秦氏 足可以以假乱真 我们不妨让他跟秦氏 互相易容 互换身份 然后 你们进来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王妃 就已经是五师傅假扮的了 当时王妃为了保护无影旗 也答应配合 只是 她虽然假扮成了五师傅的母亲 言谈举止 还是容易露出破绽 所以义父才借口 要出去勘察敌情 把王妃 带出了大帝 大家也都累了 都休息吧 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 吴三桂的动静 五妹 走 难怪刚才王妃死的时候 命运一点都不伤心 连一滴眼泪都不掉 大师兄 难怪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原来是为了引出内奸 而射得计谋 我受惠刚才对你说的那些话 希望 你不要介意 小师妹 你我本是兄妹 不必说这些 只是我没想到 我的寂寞 竟然害得吴师傅丧命 大师兄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们大家谁也不会想到 吴师傅竟然中了呆若木击散 以至于连还手的能力 都丧失了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内奸要对付秦氏这个是无腹肌之力的人 难道还用得着下呆若木击散吗 难道那个内奸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 知道秦氏就是唐一手所假扮的 那他就应该静观其变 为何还冒险杀了唐一手呢 有这个可能 只是现在 不仅没有查出那奸是谁 还害得吴师傅 无辜丧了命 秦王 那现在我娘身在何处啊 我娘 娘 秦儿 秦儿 秦标 flow小弟 我能不能不吃药了 你看我好了 真的好啦 白香 这是圣旨 可是我哥说这种药根本没用吗 我的冰喝这种药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谁说没用的 昨日夜里要不是 正口对着口帮你度药 只怕你今儿就醒不过来了 口对着口对着口 那也就是说 你昨天哭了 你不是很难动情的吗 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哭了 这 这没哭 谁说取龙珠就一定要哭的 这 你自己也说过呀 一碗辣椒汤足矣啊 龙小弟 你放心吧 这碗药我一定会好好喝的 不过在喝之前 我要一碟蜜芥 一碟草糕 一碟桃酥 再来一碗糖震乳 咳咳 不是 老大 你这病刚好 吃这么多行吗 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一项技能 唯独不能怀疑我的吃果 也是啊 朕的这些后宫女人里边 别人都是吃了几口就跑 你呀 是吃饱了还能再吃几口 这样 去穿一碟桃酥 一碟草糕 一碟蜜芥 还有一碗糖震乳 真饿 多吃点 谢谢龙小弟 你要实在吃不下 要不然我再一口一口的 喂你呀 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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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transformative 接下来 好 Christmas 1 2 1 2 二位 你们已经在这破庙里 困了一夜了吧 讲必早已鸡肠碌碌 我们王爷说了 让我专门给你们 做了几样好酒好菜 当然 也希望你们能够 善待侧王妃和二公子 驾 驾 夫人 千尤 巫三桂派人带了一些酒食过来 我咽过了 没毒 我也吃过了 你们过去吃点吧 这里我来守着 走吧 倩盈 倩盈 你先自己去吃一些 然后再给他们带回来 虽然我跟他们 是不公戴天的仇人 不过 我们也没有必要 虐待他们母子 走吧 老妇 你真的死得很远 哪间偷了我的带入不羁伞 我先把你独盖 先把你独盗 要不然 毅力的无辜 就不可能把你一刀毙毙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为你保重 查出谁是那些 梵先生 你要做什么 你这个小狗贼 用兵姬血腹高 把我的女儿 骗得如此死心塌地 今天不把你杀了 我女儿这辈子 一定会毁在你的手上 但是女儿杀了我儿子 仅凭我一人 就很难威胁到王爷 那又很难 虽然唐一手已经死了 可在易容变身的绝技 太子他们都已经得到真传了 我只需要把陌生 易容成你的儿子 就能骗我无三亏 樊先生 你若是就这么把我给杀了 倩也一定会恨您一辈子的 我亲爱她恨我一辈子 也不想让她后悔一辈子 受死吧 住手 樊先生 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 娘 你现在就要说了吗 若再不说 你就没命了 四师傅也是敌 多谢太子 谢谢 你们辛苦了 一个时辰以后我过来还班 嗯 给 来 义父 三师傅 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 你们的眼神 好奇怪啊 没有 我们只是在商量 该如何脱身 太子 你先进去大殿用点膳食 我跟你三师傅 去守着秦氏母子 好 三师傅和义父 他们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来做什么 我们平溪王给你们晋王 写了一封信 吴三贵说了什么 吴三贵说他有要事与我向上 承心要我过去赴宴 秦王 你不能去 药坛在我们这里谈 你不能去他军营 无妨 吴三贵的侧妃 还有他的儿子 都在我们的手里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就算他是鸿门宴 我也取定了 吴三贵为而不恭 昨夜又吩咐手下不可杀了我们 要活的 显然是另有企图 所以义父辞去 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 太子 你果然机敏过人 乃我理定国之信 他若日后太子也能够胸怀弱海 不计较个人得失 那就更是我大明之幸了 义父今日这话似乎话里有话 真是要把朕给吃穷啊 现在可以喝药了吧 快点 你怎么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 那你小时候病发 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 那可怎么办呀 很简单啊 捏住我的鼻子 使劲软里灌呗 这个办法好 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了 但是 我喝进去以后 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 因为药实在太苦了 这个时候啊 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 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 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到 每次它采完以后 满脸被钉的都是帮的 好 林爱卿对你是真好啊 说实话 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 可是在这紫禁城内 我看你了